字幕志愿者 李宗昀 大家好 来到9月20號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 直击我Irene和阿姨 今早有独立股评 任王委号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Josen Robbie 谢谢Irene 联储局戴手减息後 都见到额环球市场的气氛 道指标指昨晚很厉害 又再创新高 而恒指昨天重上1萬8冠後 夜期升過8點 等下都問Rafi 怎樣看美股和港股市況 可不繼續向好 大家有什麼股票言難的話 都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下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現 聯儲局減息0.5厘之後 美股大升 道指曾經升657點 高位見42,160點 標指曾經升2.1% 高位見5,733點 齊齊創了即時新高 納指曾經升3% 升穿8月22日即時高位 同紀錄高位相差至3% 美股已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道指收報42,025點 升522點 標指收報5,713點 升1.7% 納指報18,013點 升2.5% 中概股指數也急彈4% 歐洲股市也向上 三大指數升大約1%至2% 美匯指數靠穩曾經升0.8% 馬美場債息回升 從上3.7%水平 英倫銀行議息維持利率不變 強調只會逐步放鬆貨幣政策 英鎊匯價曾經升近0.8% 而日本央行今日議息前 約元1度跌了1% 今假星期三由歷史新高回吐後 星期四重拾升軌 升超過1% 銀價1度彈高4% 其有價格亦升超過1% 看看焦點美股 科技股有追捧的Tesla升7.4% 蘋果和Meta升超過3% Amazon和Google升超過1% 微軟和英特爾升1.8% NVIDIA升近4% 台積電和AMD升超過5% 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曼網易比起港股收市升1% 阿里巴巴升0.6% 騰訊和美團升0.4%至0.5% 百度跌出0.6% 匯豐控股ADR自算佈69.69% 比起本港收市價升1.7% 友邦升1% 港交鎖升0.2% 建行跌出0.8% 車股大致做好比亞迪比起本港收市升0.5% 蔚來和小鵬升超過2% 今早上市況 道指期貨輕輕偏遠 42,430點 跌17點 標指價、納指期貨都是偏遠的 至於亞太區股市方面 大致向好其中日本股市方面 等待日本央行那邊意識結果 日股現在升大約2% 日經平均指數37871點 升715點 南韓股市升幅1% 澳洲市升0.6% 新生來市偏遠跌跌0.4% 而港股黑期 現在升過8點 港股有機會今早早都可以高開 先和Raffy談談外圍市況 聯儲局昨天公佈了大手減息 所以現在暫時看市場的反應都很正面 現在說法就變成了 是否憧憬它這樣減息 可以幫助美國經濟軟著陸呢 那你自己怎麼看 以格納市場的氣氛 好像很高興 道指、標指、右創的新高 情況是否可以持續到呢 以及之前一路跑輸的 納指會否追上來呢 如果短期角度來說 從現在減息之後的氣氛 所有東西來計算 即是比較正面的話 股再推高多一點 是不奇怪的 特別是科技類股份 或者納指 所以追回多一點點不奇怪 因為始終如果計算這一層 再彈上來的話 的確科技股是跑輸的 即是外圍那些 譬如經常說M7 或者納指 所以變相追回多一點點 其實真的不奇怪的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 完全沒有了一個 可能不明朗或者一個隱憂呢 始終我自己還是覺得 要再看的 因為你可以說 今次減50點的結果 市場是歡喜的 無理剛才說的 可能美股或者昨天亞太區 港股或者今早的日股 還在升等 基本上所有支撐價格 都是上的話 那個反應是正面的 我想最主要一點 是因為 你可以說儲局或者美國那邊 管理市場越來越管理得好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一點 就是可能早 一兩個星期 兩三個星期 其實都偶爾有人說 減50點 但是那一刻 減50點 那時是倒閉的 因為大家是擔心經濟 很不行 很差的情況 但是如果大家回想 過去這幾天 不要只說前天的議席會 結果 變相你回想過去這幾天 其實特別是上星期 中後段開始 其實都已經透過很多媒體 或者大家經常說 絕股的善忍 不同的人 去到封閉 跟你們說減50點 其實沒什麼 大家又會覺得 好像真的沒什麼 就是很正常 很好的減息 所以結果出來的話 大家沒有很驚嚇 或者是比較差的情況 還有你可以看到一點 就是其實 會後 八卦二出來說話的時間 其實它也有一點 是放回那50點的減幅 有部分是來自7月份那一次 其實可能說 是它最初的 就業數據還沒看到 沒錯 否則一早就減了 就是告訴你 可能是那一次 又會令市場覺得 如果這樣計算 你攤回兩次 其實是各樣的 又好像不是太過份 變相好像包裝得比較好 所以令市場暫時的反應 是比較正面的 但是當然 你說之後是否沒有了隱憂 正如剛才所說 真的好看著經濟的情況 因為你可以說 好在他們這樣包裝得來 而近期的數據的確 不是真的好頑固 或者差得很緊要 令大家對於軟序陸的看法 仍然存在 但是假設來的數據 明顯地有再轉弱得很緊要 又重臨衰退的憂慮 或者是硬序陸的憂慮 其實都不可以說市場 沒有一個調整壓力 所以我覺得是要再看 但是當然短期會是一個 氣氛上一定很推動 畢竟你減了息 如果從實際企業層面上 說明一些借貸成本都會降低 這些都會有利於短期的炒作 但是如果你覺得現時 美股的策略 還應不應該追貨呢? 追貨的話 我覺得未必太記這些位置 就是因為這兩天 夾上來才馬上去追貨 如果你說反而看好之後 可能覺得減息未必對市場太利淡 即使是好的一批 那你還是等待整固一下 調整一下才再鬧 畢竟真的升得比較急 那你現在說真的 你這些位置再追貨 都是持續的動力 但是這件事什麼時候結束 就真的很難說 你什麼時候沒有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如果實際基本面 如果是看好的一批 可能還是等待回報仇會好些 還有拿了一點 講到美國的表現 為什麼剛才說要再看 就是沒錯 你看到減息50點以下 市場是很開心的 表現是強的 但是如果大家看回 我想這幾天都經常看到 什麼歷史數據 就是過去經常說減息的話 什麼三、六個月、六個月 等等之後股市表現是怎樣 甚至乎第一口減息是減50點的話 其實之後那六個月 通常標誌都是跌得比較多的 那這個真的要再看 所以實際到時候的情況 所以你說是不是這些位置 這麼高還要追貨下去呢 其實我這件事就不太建議 雖然有課程當然OK 你沒問題了 但是沒有的 或者想入場的 可能等調整之後 才暴處會好些 可能也有些短線調整的 買入的機會 當然未來也很關鍵 看著這些經濟數據 看看會不會有 或者轉頭又怕經濟前景 因為港股上日表現 都要問Rafi 因為大家應該很關心 港股最近的氣氛是不錯的 昨天是中秋節假期之後服市 港股重上萬八點 恒指低開二十六點之後到升 下午之後曾經升超過四百點 恒指收報一萬八千零 一十三點 升入三百五十三點 成交額增加到一千四百百十七億 波子升百分之三點 三報三千六百五十一點 京東升入百分之七 ATM升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 港交索升超過百分之五 本地地產股有支持 新世界和恒地升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 內房股做好 潤地升超過百分之七 駕居樂升百分之九 富力升一成二 家電股受到追捧 美的上市翌日升超過百分之八 海伊自家升超過百分之七 海遜家電升一成四 等待下 合遇 啦 不 測詢